周杰CNN 周杰CNNN Hello 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為什麼這麼久不見 就是因為 冬天我是很冷的 如果你們有看過我 Facebook 就知道我是一個很怕冬的人 超怕冬 所以站在冬天 我是很冷很冷的 你幾乎可以說我會冬眠 總之很怕冷 一冷我就會很懶很多東西都不想動 不想做 而且真的很怕冷 所以變了冬天我就 前幾個月我就沒有去拍片 因為很懶 而且冬天人很容易病 經常不斷病 病好一個星期之後又會病回 前一陣子就很少拍片 幾乎是沒有了 上個多兩個月 現在就沒那麼冷 我開始就可以拍片了 今天現在拍了想拍一條片 不關護膚事 也不關化妝品事 總之不關那些事 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我小小個人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朋友 有些人留言給我 我想你分享一下 例如有些朋友留言給我 或者發音波給我 我想你分享一下屬於你個人的東西 例如學其他Youtuber這樣 拍一些 例如50個小秘密 拍這些問題 叫我拍 其實我又想不到有哪50個問題可以問自己 變成了我不知道怎樣拍好那些 或者如果你們想我拍那些 小小關於我個人秘密的東西的話 你們可以再留言再告訴我 我應不應該拍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需不需要去拍 我又不知道 所以就 或者你們留言告訴我 那這次是想拍什麼呢 都說有些朋友inblog給我聽 就是想我拍的 我覺得這個又挺簡單可以拍到的 所以就 分享這條片給你們看 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 所以 我的袋子裡面有些什麼的 那就是 不知為什麼 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 就說 你的袋子會裝些什麼外出 那所以就 分享一下 那就是純粹分享的 那就是 其實我袋子沒有什麼 不過有時候 我分別 有時候會揹大袋 這個其實也算是大袋 有時候就會揹一個中尺寸的袋子 就是這些這樣的袋子 然後有時候會揹一些 再小一點的袋子 就是這個再小一點的袋子 其實就有一條繩子 對 再小一點的袋子 那天是看心情 不過我最經常就會拿這些這樣的袋子 手抽袋 因為它方便嘛 又可以這樣 然後又可以這樣抽著 我覺得就是 方便 我覺得就 看心情 不過真的最經常就揹這些這樣的袋子 這類型的袋子 我都有很多個 那這些袋子 就好像這些這樣的袋子 就看那天的衣著 如果那天我的衣著 會穿得帥一點的話 那我就會穿這些 就會戴這些 那樣 然後如果那天真是超級貴重 很難 不想拿那麼多東西 或者不是去哪裡的話 我就揹這些這樣的袋子 斜揹就算了 然後這些就是我最經常的 就是 CAMM CASO 我都可以拿它 就 什麼都掉進去 那樣 那現在就講一下 我袋子裡面有些什麼 那 除了那個袋子裡面有些什麼之外 那我會爆一個秘惑給大家聽 那這樣 那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那這樣 我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會不會有 有這個習慣 那這樣 自由爆給你們聽 那 那首先打開這個袋子 裡面有些什麼 是不是很多東西呢 都幾多東西的 大家看不看 是超多東西的 哈哈 那但是這麼多東西 裡面又有些什麼呢 其實真的 每一天這個袋子 都是這麼多東西的 好啦 續樣介紹 首先 最基本有的 就是電話 電話 每天每個人都一定會戴的 除非你真的忘了拿 就是電話 電話 電話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既然給了電話大家看的話 就 大家看到是泡紋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超愛 超喜歡泡紋的人 看到什麼泡紋呢 我幾乎都想買的 不過看看我老公阻不阻止 如果老公阻止我的話 我就不能買了 對了 那 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泡紋 但是我就 很少穿泡紋的衣服 但是那些泡紋的東西 我很喜歡 有些泡紋的鏡子 我又買過大 小 中的 我都要買 但我沒有用的 我擺起它 之後呢 泡紋的項巾 然後呢 又泡紋的 那些叫什麼呢 啊 行李 我自己也買了兩個泡紋的行李 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然後又有些 泡紋 我突然想起有些泡紋 總之我買了很多泡紋的東西 全部都是沒有用的 是擺起它 我不知道擺起它 所以我老公呢 就會覺得 你這麼喜歡泡紋 但是你賣這些東西 又不會用 又不會放在身上 又不會怎樣 整天收起來 所以呢 它是 不讓我買了 現在就 很少被我看到就會讓我買 所以就 看看 如果要買的時候呢 就要趁它不在我旁邊 才買得了 泡紋是很喜歡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些問 很多女生都會喜歡泡紋 但我不喜歡泡紋 我真的不喜歡泡紋 從小到大都不喜歡泡紋 不過呢 有一件泡紋 我是喜歡的 其實呢 我就不知道 我是喜歡泡紋 還是喜歡什麼 我是喜歡七個小矮人 就是七個小矮人 但其實呢 我又不是真的很喜歡她的泡紋 但是呢 我又很喜歡見到七個小人的東西 可能我是喜歡七個小人的故事 當然不是色情的故事 是正常的 正常的童話那個 七個小矮人的故事 所以我變成就 又小到大 只是喜歡七個小矮人 其他公仔我是完全沒有好過的 我不會像其他女生這樣 買很多喜歡的公仔 回家 我沒有這個習慣 我沒有的 從來都沒有的 但是在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記得沒有記錯 六七歲的時候 我曾經擁有過一個公仔 就是 就是 米奇老鼠 是很大過的 就是 那個公仔 整個六七歲 小朋友 這麼大的高度 就是 最後呢 是 不知道被誰 燒爛了 不過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我老爸 他不知道 吃煙的時候 之後呢 碰到他 然後燒著了他 不知道 整個燒爛了 那個是我唯一 一個公仔 然後沒有 然後到中學的時候 不知道是中二還是中一 然後有一個同學 男生來的 他不知道 知道我生日 想送禮物給我 然後他不知道 問過哪一個女生同學 問我喜歡什麼公仔 那些朋友都答不到他 那些朋友可能來套料 問我 有聽 有沒有什麼公仔 我說 我一向都沒有喜歡公仔 不過我小時候 擁有一個米奇公仔 很大部 這樣跟別人說 然後那個男生 就收到封 就去買了一個 一樣的 跟我小時候 六歲的時候 又未必是一模一樣的 但高度 都是五六歲 那些高度 這麼大的公仔 又是米奇 送了給我 但我沒有拿出來 我都是收起來 中學到現在 都是收起來 收起來了十幾年 都還放在那裡 對了 這個講完 有啦 有電話 第二 就是iPad 我會戴的就是iPad iPad 我的iPad 咦 有人在專頁裡 送東西給我 這個就是我的iPad 沒什麼特別 密碼我不會入給你們看 iPad 接著之後 基本就是 銀包 這個銀包 其實我以前是沒有習慣 戴銀包的人 我是喜歡 因為我以前 不是近這兩年 再以前 前三四年 我每天 都會只會 揹這麼小的袋 變成我不會 特意拿銀包 塞進去 所以又不會 再拿小的銀包 最多真的拿 這麼小的銀包 就算錢 摺好 塞進去 之後 是不會押我 戴一個銀包 不過近這兩年 就喜歡戴銀包 那隻銀包 就沒什麼特別的 錢就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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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張100元 然後就沒錢了 我很窮 然後 裡面有些什麼 就是這些 單據 例如去哪裡買了 護膚品 那些單據 然後 我連馬鈴買的單據 也放在這裡 然後 有一封 禮事封 這一封禮事封 是我 今年 今年新年的時候 我老爺給我的禮事封 我老人家的禮事封 就不要拆 就放在它 然後 然後放在這裡 裡面有什麼 其實很基本就是 身分證 之後 就 家裡的租卡 要交租 之後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然後 有一張 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張 按錢的銀行卡 其實我沒有其他卡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我沒有信用卡 我從小到大到現在 都可能 就快接近30歲了 我都沒有拿過一張信用卡 為什麼呢 就是 我跟我老公都一起了很多年 都快接近10年 但是 那麼多年來 他都說 他有信用卡 經常都跟我說 就算以前拍拖也好 很多年他都說 我經常跟他說 我想拿一張信用卡 跟他說 我把信用卡不用 很帥 我覺得放在身上 他說 不用開來做什麼 我就有 之後 每人都有 我沒有 我沒有這麼大個人 我都沒有 好像不知怎樣 他說要來做什麼 他說不用 然後 到近上幾年 我又跟他說 我又想開信用卡 他又說 開來做什麼 不可以開 之後他經常跟我說 他說 我想過 如果你一張信用卡 你就亂買東西 他說 所以你要買東西 你不用去用信用卡 你跟我說 可以 我跟我說 那也好 隨便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有一張信用卡 會不會亂買東西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他不讓我開 變了我這麼多年來 這麼大個人 我都是沒有信用卡 對了 這個包 之後就好了 另外 還有一些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是散子包 來的 這樣 散子包 這樣 兩張一張 全部都是散子包 再爆多個秘密 告訴你 我是沒有八達通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發覺我經常有八達通 都會不見八達通 以前小時候 有幾張八達通 我都不見了 變了之後 我就沒有用八達通了 之後 我現在經常出去 去街上 去哪裡 跟朋友一起回答 那些朋友都會笑我 為什麼 你會沒有八達通 你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正常都會有八達通 我說 我真的沒有八達通 那是不是真的很不正常 這樣 但我真的沒有 我是沒有八達通 其實 原本有的 幾年前 又開了一張 然後 我相信 他應該不在街上跌了 不過 不知道在家裡 被我藏在哪裡 但我記得那張八達通 我還入了 有五百元 但又不知道去哪裡 都不知道為什麼 把八達通從小到大 都是不跟我的 所以 要不就不見了 要不就不知道 放在哪邊 永遠都拆不回 所以我就沒有用八達通了 然後 就有一些 一包兩包的東西 通常都是這樣 入起一包兩包 有些什麼呢 先說這個 這個包包 裡面有什麼呢 其實裡面只有一樣東西 大家猜不猜是什麼 裡面 裡面呢 是藥來的 這個是我隨身會帶的藥來的 一沒有呢 我就會補回去的 那這些是什麼藥呢 是胃藥和始終藥 這個四粒 不會少吃完四粒 兩粒呢 就是胃藥 兩粒是始終藥來的 我是經常會吃這些藥的 因為頭痛的問題 導致我經常都睡不到 這一個毛病呢 都跟了我九年 或者十年都有的了 那就經常都 一定要帶子痛藥和 胃藥到街 一痛起來 我是會很辛苦的 一痛起來 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我看過很多年 醫生呢 都是 沒有什麼特別說 可以治療 看西醫 還搞笑 叫我 不要吃太多 止痛藥 我都知道 那我吃什麼 跟她說 醫生就說 沒辦法 痛起來 都是吃止中藥的 那我 說完 都沒有說 那算了 看中醫 之前頭痛問題 我都兩年前 兩三年前 我都吃過 一年左右的中醫 但是都是治不到我的頭痛 但是我不是偏頭痛的 偏頭痛 通常是痛一邊 但是我不是偏頭痛 偏頭痛 偏頭痛 通常是痛一邊 但是我不是 我通常是這個位 頭頂痛 這個位 一痛 頭頂就好像被人 凹 然後這個位 整個頭圍住 就很痛痛痛痛 痛到我的眼睛 看不清楚前面的東西 所以我一定會 要帶子痛藥 這個就 可以說我近八年十年 的 難過的事 比較辛苦 一點 那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Facebook 我看過心理醫生 那 其實有些心理醫生 都說過我 就說我是 可以說是一些心理病 心理病 導致頭 經常會痛 他說因為心理會影響生理 因為心情永遠不放開 經常亂想 的話 頭也會影響到 對 有這一點 對 這個 好 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 代什麼呢 對 裡面 有一個眼藥水 然後 裡面 有鏡子 有鏡子 這是鏡子 鏡子 有鏡子 這個 我記得 新年的時候 我覺得挺漂亮的 新年的時候 走那些 不知是否 年三十晚那天 點明兩點鐘 旺角中心外面 放了一些牌檔 小販 小販檔 跟他買的 不知是39元 我覺得很漂亮的圖案 我之前戴那個 就不是戴這個 我戴這個 是戴一個泡紋 泡紋的鏡子 但那個是長方形的 我就覺得他有一點點壓位 所以我不喜歡戴 他一買這個 就戴這個 然後 裡面還有什麼呢 裡面 有一支手霜 對 手霜 一支手霜 給大家看一下 這支手霜 可能大家都不太認識 我老實說 我也不認識 我這支 我一定會帶手霜出街的人 也不是一定的 但多數 如果有時候背小都一定不帶 這麼大支 這支 是我早前 早前 在一間普通的藥房 藥房那些店裡賣的 看見好像幾十元而已 好像不過五十元 幾十元而已 我看見他寫著是 保濕所水潤手箱 然後 有沒有玫瑰呢 好像沒有玫瑰 忘記了 但是他有當玫瑰 我不知道關不關 但我塗了上手之後 我覺得他是 挺滋身的 而且他有一點香味 都像花香的味 挺滋身的 但滋得來不會黏的 你搓兩搓之後 他就爽了 這支 我都覺得 其實一開始 我被他的型吸引了 我覺得 真身蠻好 那我就買他 回來 我也覺得OK 過得去 這支是這一袋 這一袋 就沒有了 只有三兩 另外一袋 就是這一袋 裡面有什麼呢 這個 這支 MAC的唇膏 我近期的新款 幾號呢 A93 大家看到嗎 A93 這一支 就是我現在 咦 Hello 就是我現在 塗的這支色 就是淺淺的粉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又不是很Pink的粉 它是近 有一點點近我們自然的唇色 就好像BB那樣 那些Baby那些色 出來是很淺的 對 就是這樣 出來很淺的 就是這樣 這支 它又不是實色那些 有一點點 它不是霧面 它有一點點閃閃的 但是很淺的色 我是超喜歡這些唇膏 我超喜歡這些 這支很自然的唇膏 這支是我最近的新款 另外有什麼呢 就是這盒 這盒 這盒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吧 這個是萬能膏 就說什麼都可以用 用在唇 有些位置乾燥的地方 又可以塗 還有這一支 連小朋友BB都可以用的 有些BB濕疹的話 即是屁股 屁股濕疹都可以用它 這個是潤唇膏 都是我近期的新款 近期 其實它塗了一點點 已經很潤身了 而且它出來有一點點 你說它沒有顏色 看起來有點粉粉的 其實你感覺上 不覺得它有顏色的 你塗上它好像透明 但是 它都會帶一點點 那麼多的淺粉紅色 但其實不過眼的紅色 你也是當它塗完之後 你可以當它是這個box 因為它有點亮亮的 這支是我的潤唇膏 我通常會怎樣呢 就會塗了這一盒 先塗唇膏 塗了這一盒 塗了一點點之後 然後就會塗這支唇膏 塗完唇膏之後 我就會再補浸這個在面 讓它再亮一點點 然後裡面還有一支什麼呢 裡面就有一支唇筆 但其實我又很少用到它 這一支唇筆 這一支唇筆挺好的 好像筆這樣 這樣繃的 對 這樣繃 挺好的 這一支呢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牌子 the body 我先看看 這個牌子 the face shock 對了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在color mix 買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都買了很 四五個月的了 不過我是比較 沒有什麼用 不是太密用 除非呢 如果我用 戴這一盒唇膏 出外的時候 我就會戴這一支 因為我不會用手去撩 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安裝的不要用手去撩 會令我這一支容易變質 所以我就會用它來 用它擦擦擦擦 這個袋子就沒有了 只有這個 然後呢 我會有帶這一 等一下 大家犯法 我現在的袋子裡面 差不多七七八八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這麼多袋子中 好像沒有化妝品 只有唇膏 其實可以說一遍 給大家聽 我化妝呢 都接近 即化妝化了幾多年 應該說自己化 不是幫人化 自己化 化了都應該有十一二年 或者十二年多 或者十三年化 大概這樣 但是一定是超過十一年了 大概我就忘記了多少 我是一個永遠都不會補妝的人 但我又不可以說真的永遠 怎麼說呢 我是一年裡面 可能都有三四五六日 就是三四五日 或者一年裡面有七日 我都會帶出街 帶一些布裝東西出街 那幾天會是什麼日子呢 通常就是 如果今晚去喝 我就會帶盒粉出街 帶多個胭脂出街 如果今天跟朋友去玩 會周圍拍照 跟女生朋友 我又會帶盒粉 帶胭脂 或者帶眼線筆出街 帶上 不時之需可以補妝 或者回大陸 打骨的話 今晚回去 我就會帶一兩 又是帶化妝品出街 方便我翌日起床 會可以略略塗一點東西 除了這三個原因之外 其實我平時都不會帶化妝品出街 或者是 總之有什麼特別地方去的話 我才會帶化妝品出街 否則我不會的 就算我以前 我近幾年沒有上班 沒有工作而已 但我以前有工作的時候 上班 我都是不帶化妝品上班 因為我是一個不喜歡補妝的人 特別事故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帶在身上 不時之需就可以補 化好一點跟別人拍照 但現在 平時的話 不是現在 是這麼多年來 就不會帶化妝品出街補妝 我覺得補妝為什麼呢 除非你很緊要 真的覺得很需要補妝 你才要戴 如果平時 為什麼我不戴呢 我就覺得 你化好一個原妝 還要三四個小時 又要補一次妝 隔三個四個小時 平時又補一次妝的話 你的粉 只會愈補愈厚 這樣看上去 就更加愈來愈假面人 那就不漂亮而已 其實有很多人 怎麼說呢 我覺得有好 皮膚 發染過妝 其實剛剛發染過妝 很厚 大家都會覺得 不是這麼自然的 隔了一兩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之後 出了那麼多油的時候 皮膚有點光澤 我覺得是漂亮的 當然 如果你是一個油性的朋友 出很多油 這樣的話 當然 就不太漂亮 出得太多 但我也是 不會補妝 為什麼不會補妝呢 如果我用妝的話 我會怎麼做呢 我只要帶這支 什麼東西 類似這些 什麼東西 近期我用這支 多 對 就是帶這支 出街 怎樣呢 例如我覺得 我的妝容太多了 我就會噴… 噴 噴… 噴完之後 在眼角的位置 通常眼影的問題 就會溶omes多些 在這個位置 Depois後 我就完成了 我不會再塗任何東西 補充任何東西在臉上 搭完之後 溶了的妝 溶了的粉底 其實你會幫它抹走 你不會整臉都被這些水噴完 或者被紙巾印走 不會的 你的妝還在 只不過是抹少了一點 妝其實是淡了 但其實都是保持得很美 我不會補妝 而且補妝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 有一個問題就是 補妝我覺得是一個挺傷皮膚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化妝品 像那盒粉餅 你補妝 化妝這麼多油 當然我建議補妝也要帶一支 類似的水噴霧水 噴完之後 拍照才好補妝 但有些人就沒有這個習慣 可能就這樣 看到要補妝了 溶了就立即打開盒粉 打打打打打打打 其一呢 我覺得這樣很傷皮膚 你打太多了 搞到毛孔 一日補一兩三次妝 或者一兩次妝 我覺得打得太多份 搞到皮膚沒有辦法去呼吸 沒有辦法去呼吸 所以變了其實是塞住毛孔 你一日補那麼多次妝的話是不好的 剛剛這條片剪掉了 所以我變了再講下去拍下去 就算呢 剛才說到 就算以前沒有這些水的時候 我會怎樣補妝呢 我都是拿一張Tample 或者拿一張隨便紙巾 那句也是不會爛的紙巾 我就拿紙巾去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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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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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紙巾, 紙巾, 我會戴外出 還有一包濕紙巾 濕紙巾看心情, 看那天覺得袋重不重 如果重的話, 我不會戴 如果有時想戴下去, 我會戴 我戴濕紙巾, 我家一定會戴 看看平時會不會想戴 但多數都會戴, 拿大袋的時候肯定會戴 那濕紙巾有什麼用呢? 就是去吃飯的時候, 或者怎樣也好 或者去廁所, 或者外出的時候 手髒了, 或是沾流的時候 我會戴一張, 抹一下手的 還有一件事, 平時你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怎樣說呢? 它的桌子, 桌子有時的試應 不會真的和你抹得很乾淨 有時還會, 哇, 我坐在桌子 這裡還有兩粒飯 然後有些汁, 它又沒有抹到 因為在邊邊, 可能視鏡看不到 又沒有抹到 所以我一定會用濕紙去抹一下 我不是一些潔癖的人 我真的不是潔癖的人 我可以在家裡弄得很亂 但這些始終就是 怎樣說呢? 因為它把桌子打平在這裡 我吃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凌空去吃東西 如果我的手放在桌子 去夾東西吃東西的時候 我的衣服隨時會把一些髒的東西 所以我不是弄髒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濕紙可以抹一下桌子 之外有些什麼呢? 裡面還有支筆 對, 就有支筆 支筆其實很少用到 但是平時沒有什麼需要寫到的東西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iPad、iPhone 不過有時不時之需的時候 就很有用了 所以就代定在這裡 什麼叫不時之需呢? 買樂菜 就會用到它 然後呢 裡面呢 就有這個 幾粒糖 其實糖 或者是朱古力 我都會放幾粒 在袋子裡 因為我經常會吃到止痛藥 雖然止痛藥配到胃藥 但是就 因為吃得太多年止痛藥的關係 就變了會 太傷胃 而且因為吃止痛藥太傷胃的關係 所以就吃止痛藥之前 我就會 如果不是去吃飯的話 我就會吃一兩粒 餅 或者朱古力 吃一吃 肚子裡有些東西 先吃藥 這樣就要代幾粒 通常代幾粒 然後就有一支 鎖匙 這樣 這個鎖匙 這個鎖匙扣 這個在台灣 之前在台灣買的 這個扣也是在台灣買的 其實它是兩樣東西 這個和這個是分開的 它不是在一起的 但是我把它勾在一起 台灣 對 有趣 我買了一個給我老公 我老公是男生 所以我買了一個給我哥哥哥 這頭髮很像他 然後 秘密 說什麼秘密 就是 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說了會不會不好 但我照說 但可能說了之後 你們會不喜歡 但我照說 就是 哎呀 說吧 燈燈燈燈 對了 見不見到 看見到 什麼來的 我是吃煙的 是啊 我就 大家可能變過平時 可能覺得我絲絲文文 沒什麼 但其實我是吃煙的 我吃煙的習慣 都超過十年以上 那 就 對了 我不知道說出來好不好 但我是真的吃煙的 我知道吃煙是不好的 特別是女性 如果想生嬰兒 就更加不好吃煙 那 對於我來說 我當然會說 說是會說 做就真的很難 就 呃 但是怎麼說呢 我知道吃煙是不好 但是呢 戒煙真的挺難的 我這三年呢 我是戒過應該戒過五六次 每一年都有去戒兩次 但是都是失敗的 這三年內 通常我怎麼戒呢 我就 我說我要戒煙 那我就不吃了 這樣 立刻呢 明天開始 今天想著 我不吃了 又要戒煙 明天開始我就不吃了 我真的不吃了 然後一不吃呢 就 捱到呢 那兩三次或者三四次 捱到多久呢 通常捱到五日 或者六日 那五六日呢 我就捱到五日 或者六日 就真的一飛都沒有去吃它的 但是呢 就變了呢 那五六日呢 會變了有少少像僵士 那個樣子 就是為什麼 那個樣子是 很殘的 就算你化妝之後呢 就是我不是你 就算我化妝之後呢 我的樣子都會很殘 不是皮膚變差 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呢 眼呢 眼珠裡面呢 會沒有了一會 不知為什麼呢 戒煙那段時間 會這樣 然後呢 還有呢 就是那五六日 戒煙時間呢 好硬份 天天不斷打喉嚨 打喉嚨 打喉嚨 不斷打喉嚨 不知幾多幾十個 不斷打喉嚨 變了就 那五六日 真的好似僵士 然後捱不住 然後又是吃 就是 每個都五六日 又吃回 然後隔了可能半年 我又走去戒多一次 又是這樣的情況 又變了僵士 然後又吃回 那一年又戒 那其實呢 新年的時候呢 我試過有去戒的 那我就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去戒煙 那是怎樣戒法呢 就是 這次呢 就不會說 一想戒煙 就說立刻一杯都不吃了 我就不敢做了 因為我發覺是不合理的 之前試過四五次了 是不合理的 那我就找了一個新方法 就是怎樣戒呢 就是 不要說要戒煙 就立刻一杯都不吃 一定是喊不到的 那是怎樣做呢 我就試一下 就是 跟自己說要戒煙 那但是呢 就 怎樣戒法呢 就是 盡量吃少些 慢慢少些少些少些去戒 那樣 我就覺得是走得通的 雖然 我今時今日還未可以很厲害 這樣告訴你們 我已經戒煙成功了 這樣 我未的這樣 但是呢 我就發覺自己真的吃少了 這個半月左右 我是怎樣逼自己做呢 就是 可能一天裡面這樣吃少些 就是平時一天會吃到一包煙的 或者包半的 這樣 現在可能一天吃了半包 那 有時吃煙呢 未必是心癮的 就 心癮是一定有的 有時 有些原因想吃煙就是心癮 但是有些原因想吃煙呢 就是因為無聊 就是無聊就會點煙的了 這樣 那我現在呢 就逼自己 真的好心癮的時候 才會點來吃 那如果不是心癮 因為無聊的話 這樣看一件事無聊 這樣 出去在街無聊 這樣坐著無聊的話 我就不點煙 就找自己 逼自己找些東西做 想吃煙呢 就揭雜誌 在這裡看雜誌 看雜誌 想吃煙呢 就做其他東西 找些餅吃 這樣 我想吃煙呢 找些糖吃 這樣 就逼自己這樣做 那當然就 不會完全戒 未完全戒到的 那現在呢 就慢慢呢 自己真的可以吃少一點 那我也希望 將來有一天 我們會完全戒掉 因為我都想生寶寶 那所以就 那這樣 嗯 希望有一天 我會告訴你們 我已經戒煙成功了 那這樣 希望啦 那我也很想戒的 我不是不想戒 但是這個 都是我秘密之一來的 那可能你們猜不到啦 但是我真的吃煙呢 已經超過十年了 對啦 然後呢 那個袋子就 沒有啦 那剛剛這個糖來的 已經給大家看過 沒有啦 不要浪費 說了 袋子只有這麼多 那如果呢 我平時說呢 如果我背這個小袋子的時候 我裡面會帶什麼呢 就是很小的 那裡面的袋子 如果背小袋子的時候呢 我裡面呢 我就不會拿這個蛋白包了 我就拿些錢呢 就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裡面的 然後呢 之後呢 就會帶什麼呢 就帶包煙 然後呢 就帶個電話 然後還帶一包Temple 那就算了 如果拿這些小袋子的話 然後 如果拿這些中袋子的話 就可以帶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 剛才說的這些煙 不包 但是iPad就放不下 所以就 那天就不戴iPad 不過如果我背得這些 這類型的袋子的話 那天都不需要戴iPad出門了 因為如果我背得這些袋子呢 那天就會穿得比較帥一點 就是皮套之類的那些 穿得帥一點 有些特別街上去 我就會穿那個裤子 那我就會 不需要戴iPad出門了 因為多數會跟朋友出去 沒有理由不斷按iPad 慢慢就背這些 大袋子 大袋子就是我最經常的 如果我背大袋 就是 幾乎一個星期裏面 有五天 或者六天 不要說一個星期 一個月裏面 可能有 佔了27天 我都說 這類型的大袋 就是塞 就是剛才所介紹 所分享的 那一堆東西 好了 今次就 分享完了 沒有其他話要說 這一條就 可能你們看得 會覺得很無聊 這些因為是 我個人少少的 分享屬於我個人的 那就 對 希望你們看完 不要留言說 我很無聊 不要 希望你們看完之後 不要說 你分享一些片 又說那麼長氣 又拍到 拍到 那麼久 又半小時 之類 雖然 希望你們不要這樣 留言告訴我 那 對 對 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們不喜歡看 就可以不看 這條片 只不過是 少少個人的分享 屬於個人的東西 如果你想了解我多一點 你就看 不想了解我多一點 覺得沒什麼特別 那就不要看了 對 那好吧 我會勤力點拍一些片的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